hello 欢迎学习爬充课程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就带大家来入门一下这个scribe框架 那么入门这个scribe框架 我们分为两个部分来跟大家讲 第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安装以及如何快速创建的一个人的项目 第二部分的话 我们就带大家使用这个scribe框架 来完成一个简单的一个人的爬充 就是在爬取这个球是百科的段子的一个人的爬充 好吧 好 那么我们手机的话来回到这个地方 来看一下如果去安装这个scribe框架 那么安装的话也是非常简单 通过这个pip installscribe这个安装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来跟大家演示一下 好 因为我之前是已经安装过了 所有的话他这个地方提示我那个什么呢 提示我用这个缓存 use in cache的 那么如果你是第一次安装的话 他就没有这个缓存 他就会直接从那个互联网上面下的 可能下可能安装的速度就会比较慢一点 按照速度就比较慢点 这里边应该是已经成功安装了 成功已经安装了 安装这个是1.4 好 那么安装完之后 在我们的windows上面 还需要安装另外一个包 叫做什么呢 叫做这个pypiwin32 这个东西的话 是我们这个twisted 他必须依赖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们这个 我跟大家讲过这个 是吧 这个scribe框架 他底层机支撑 那个一步步 用的是那个twisted 那么这个twisted 他在我们windows下面的话 又需要这个pypiwin32这个包 那么如果你是在这个windows上面去做这个盘子的话 还需要安装这个东西 好吧 如果你不安装这个东西的话 那么以后在运行这个scribe项目的时候 就会报错 就会报错 到这个话 你就应该要想起来 是缺少的这个包 好吧 这个地方 我们再带到你来安装下另外一个 在lilics下面的话是不需要的 包括在那个卖国下面也都不需要 这个的话只需要在那个windows下面才需要安装 好 那么这个地方来安装下 安装下 然后的话 如果你是在乌方图下面 或者是在其他的那个环境下面安装 那么的话 你可以下载这个包 原码来进行安装 或者是如果你在这个乌方图下面的话 这也是通过这个pip install的方式来进行安装 这的话 这个地方还需要安装什么呢 还需要安装一些其他的一些站的 第三方一道库 还需要安装一些其他地方三方一道库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不带到去也是的 大家到时候出新问题 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参考一下 对吧 这个地方一个是已经安装好了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列出了两个一个站的 两个那个文章 第一个的话 是那个scribe的官方文章 是一个中文的 是一个英文的 然后后面这个的话 是一个中文的 那个官方文的 跟这个什么的 跟这个最新的 那个基本上差不多 所以大家想要去研究 这个scribe关键的话 就直接看这个中文文章就可以了 看这个中文文章就可以了 好吧 那么这里话 我们也是来列出的 给大家看下吧 打开了 一个中文文章 一个中文文章 对吧 中文文章 好 那么我们这的话就不去看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何去创建这个scribe项目 好吧 那么这个scribe项目 scribe项目的话 在我们的这个pycham当中 你不能直接去创建 这个地方 我们来新建一个项目 这个地方 它左边这部分的话 是没有办法去选择 那个scribe的 没办法去选择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这个 想要去创建一个scribe框架 你就必须要在这个命令行当中 通过命令的方式来创建 怎么创建呢 通过这个scribe 掉这个命令 然后的话start project 就是开始这个项目 然后后面再更生这个项目的名声 更生这个项目的名字 好吧 那么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 你掉这个scribe这个命令 你首先的话 先要进入到你这个scribe 所在的这个环境当中 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环境 是在这个cost干mv这个环境当中 那么如果你这个环境当中 没有这个scribe这个框架 那么你掉这个scribe这个命令的时候 就会找不到这个命令 好吧 所以的话你首先先要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首先先要进入到环境当中 好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我在第一环下面 我创建一个目标啊 我创建一个目标啊 scribe scripy啊 然后是sdldsr这个project dlcd 然后是更生上项目名称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要去爬去 那个球师百科的一个真的爬中 对吧 那么我这地方就叫做球师是百科啊 好 然后的话这样的话 他就创建好了一个这样的项目啊 创建好了一个真的项目啊 创建好了一个真的项目 那么创建完这个项目以后 接下来的话啊 我们还要去创建什么的 还要去创建一个 呃 那个我们我们先不创建 我们先来看下这个项目 长什么样的结构 好吧 这地方我们来打开一下这个派项目 然后的话打开啊 打开来找到这个地方啊 找到这个下面的这个这里面啊 找到这个球师百科来打开这个文件啊 好 那么在这个下面的话 他就说你通过这个命令啊 通过这个命令创建的啊 那么的话他就会默认会生 给你生成这么多文件啊 默认给你生成这么多文件啊 当然这些文件的话 其实你不通过这个命令去创 你就是说这个scribe这个项目啊 不一定你需要通过干干的这个命令去创建 你也完全可以自己去手动的去创建 自己去手动创建的话 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好 那么快了 就比较麻烦 对不对 就比较麻烦啊 好 那么这里面的话 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呃 里面的这些东西 它的一个这样的意思哈 呃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项目的整理的节奏 对吧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整个项目 它的一个这样的配置文件啊 包括这个项目的名字啊 然后默认的那个settings啊 这些东西啊 默认的一个这样的配置文件啊 实际上的话在这个里面的话 它有什么呢 有这个spiders 就是所有的爬冲啊 所有的爬冲 它是放在这个里面啊 所有的爬冲是放在这个里面啊 然后接下来这个items啊 这个items啊 这个items的话 他跟我们的那个jango 不知道大家之前学过jango没有哈 如果没有学过jango 也没有关系啊 在这个里面的话 就是定义一些这样的模型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去爬取 求是百科这个段子 那么求是百科啊 求是百科 他每一个段子 他是不是有一些这样的数据类型啊 比如说有这个段子 他的作者是谁 内容是什么 然后的话 他的那个发表时间是什么 所有的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给记录在这个items当中 把它给记录到这个items当中 我们就不需要使用那个字典的方式去操作的啊 好 那么items是存储所有的那个 呃 所有的爬取数据的那个模型的啊 miniwares 就是那个中间键啊 包括那个啊 下载器与那个下载器中间键 或者是那个爬冲中间键 我们都可以把它给写到 放到这个里面来 好吧 好 还有一个叫做pipelines pipelines的话 就是啊 用来处理那个什么呢 就是用来处理那个爬冲的 那就爬那就爬去下来那些数据的啊 啊 这个地方我们来把那个呃 这个架构图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哎 就是其实就是就是这部分啊 呃 刚刚我们说到对吧 这个spiders 其实spiders啊 他就是在这个文件夹里面啊 实际上的话这个啊 引擎我们是不需要的 这个引擎是scribe自动把我们写的啊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是这个admos啊 admos的话就是这个地方啊 然后midwares就是个中间键啊 就是这个地方啊 对吧啊 这些包括下 包括爬中中间键 还有下载中间键 我们都可以放到这个中间键 这个文件当中 对不对 还有pipelines pipelines的话就专门用来去处理那些 呃 爬去下载的那些数据的 对吧 就是也是这部分啊 然后还有一个settings啊 这个settings的话 他是啊 给我们做这个爬重来配置的 给我这个爬重来配置的啊 比如说你可以在这个里面给他设置这个什么呢 设置这个请求头啊 设置这个默认的请求头 对吧 这是这个默认的请求头 还可以给他设置一些什么呢 比如说是否要开启这个cookie啊 比如说啊 是否要去 呃 是是否要自在下载之前 要给他进行延迟啊 你看这个道道的delete这些东西啊 所有和那个什么呢 爬重下载这些东西相关的 我们都放在这个settings里 py这个文件当中啊 放在这个文件当中好吧 好 那么如果你创建完一个项目以后啊 大概就会生成一个这样的目录结构啊 生成一个这样的目录结构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就现在是已经对这个目录结构做了一个简单介绍 那么接下来如果我们想要去写爬重的话 那么我们还得去新建一个这样的爬重啊 还得去新建一个这样的爬重 那么我们新建一个这样的爬重的话 这个我们就通过另外一条命令来创建 通过什么命令呢 scribe g-e-n g-e-n的话当然是generate生成的意思啊 generate spread生成一个爬重 然后这个把这个的话交上那个什么呢 更上的是那个爬重的名字 爬重的名字啊 后面再更上的这个是什么呢 更上的是这个预名啊 你就是你这个爬重 他能够支持的那个域名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写个900颗.com就可以了 好吧 好 这个地方我们来生成一个这样的爬重啊 首先的话 你一定要注意到到底一点是什么呢 如果你这个地方啊 新建一个人啊 创建一个这样的爬重 那么你必须要在你项目所在的目录创建爬重 不然的话这个文件 他就会在当前目录创建 而并不会放到这个spiders这个文件当中 好吧 所以的话我们要新建爬重 我们必须要进入到那个项目环项目当中啊 好这个地方我们进入到那个什么900颗这个项目当中啊 进入到这个项目当中以后 我们再去创建那个爬重啊 scivygmspider 然后是99400颗对吧 然后这个预名的话是9400颗.com对不对 打开来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这个对吧 前面3w这部分就可以不用写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来写按个end键啊 好 按个end键以后他这个地方就啊 说哎 不能创建相同的名字哈 不能创建和这个爬和这个项目相同的名字的爬重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就给他改一个名字吧 比如说就给他加了下方线spider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他就创说创建好了一个这样的爬重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到这地方 这地方是不是就多了一个球是百科 下方线spider.py的一个人文竞啊 对 好 那么这的话他就会给你自动生争好一个人类啊 那么这个类的话就是我们啊 要去写爬重 就是我们的那个爬重代码 我们就放在这个里面来写啊 放在这个里面来写啊 那么具体该怎么去写写什么东西啊 我们下几个 下几个再跟大家一起讲啊 下几个再跟大家讲啊 这几个我们再来跟大家做个笔记 好吧 创建 这个地方是安装 通过 通过 派 通过什么 通过这个命令啊 好 第二点是什么呢 那如果在windows下还需要安装pypiwin32啊 如果不安装啊 如果不安装 那么那么以后啊运行啊 这个啊运行scipy项目的时候啊就会爆错 对吧 就会爆错啊 啊 啊 方式 派普啊 instar pypiwin32了 好 第三个如果是在那个乌邦图下啊 啊 还需要安装啊 第三 一些第三方库啊 好 这里面来写一下啊 好 那么创建牌桌 第一步的话是创建项目 对吧 创建项目是怎么创建的呢 create啊 不是create啊 scsciipy sdart startproject brjcd 然后跟上这个什么呢 华虫的名字 对吧 第二步是进入到啊 进入到项目所在的路径 创建 爬虫啊 创建 马路进入项目所在路径执行命令啊 然后是scipygnspid 然后是爬虫的名字啊 再跟上这个什么呢 华虫 爬虫的域名啊 注意啊 爬虫名字不能和项目名称一致 好吧 这个大家需要注意啊 好 然后的话这个里面的一些目录结构 我们也是来跟大家来做个解析 解析啊 把这个复制过来就好了啊 项目目录结构啊 OK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scribe入门我们就先讲到这个码下几个我们再 来教大家来使用这个scribe框架来爬虫做一下那个球数百个的爬虫 好吧 OK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打中的话 打中